國慶日將在10號登場 每到這個時候總統府周邊都會架設鐵馬護欄 不過只有外送員抱怨因為車子進不來 可能影響送餐時間 有外送員就貼文顯示外送地圖上 總統府周邊禁止通行符號遍地 送餐到周邊整個大雷區 還有人說預演當天就有看到不少外送員 推車進去很傷時間 送來這邊的像一些餐廳或是客人的話 就要停在外面然後直接走進來 所以有點麻煩 實際詢問外送員不少人都說 儘量在這時段避開街附近的單 就怕繞路實在繞太久 但到底哪些路段進行管制 外送員哪些路段要避開 其實就包含像是我們現在的公園路 以及貴陽街等 通通都是9號晚上10點開始人車管制 攤開地圖來看更清楚 管制分為兩大階段 第一階段9號晚間10點到10號下午1點 桃園街 博愛路以東 衡陽路等 人車不管怎樣都不能進路 第二階段則是10號晚間零時到下午1點 中華路 林森南路 羅斯福路以西等 人可以進去但車輛要管制 外送員送餐就得把車停在外圍 徒步走進去 或請點餐民眾自行出來取餐 要是地點在不遠 當時也沒有軍車等通過 跟警方說一聲遠景會通融 怎麼改走警方也建議 東西向車流盡量走中孝東或西市民大道 南北向車流則是杭州南路 西寧南路等大路 外送平台則說這期間平台正常開啟 但高雄國慶煙火封街路段 熊貓10月10號下午4點半到晚間12點 外送暫停服務 Uber則從下午2點半就停 民眾想點餐可得多加留意 TBN新聞是我的張慧仙 台北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